好,下面呢,我们来讲第二个语法点 我们要讲的是代词是动词 这是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崭新的语法点 也是法语中比较特殊的一类语言现象 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以下的句子 首先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一句,例句 L'après-midi, je me repose 说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休息 第二句, le dimanche matin,每个周日的上午 je fais le ménage, après, je me lave et je m'habille 好,第三句, le dimanche, je me lave à midi 第四句, je m'appelle Ella 好,大家看一下这些句子有什么特点呢 标成黄色的,这个是动词休息 但是在前面会出现了一个me代词 再看这样一个词,叫做 je m'habille 那么前面多了一个me 好,同样的, je me lave,起床 je m'habille,我叫什么名字 在动词的前面相应的都多了一个小小的代词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动词加代词,那么这些动词叫做代词是动词 这是法语非常特殊的一个语言现象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动词叫代词是动词 它的动词变位是怎么样的 应该如何来应用它们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回忆一下 saple,这个词的动词变位是什么 我们在最开始的几词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好,第一个变位叫做,我叫什么名字 je m'habille 很好 第二个, tu d'appelles il s'appelle elle s'appelle vous vous appellez ok,大家会发现呢 这些动词 首先,apple是一个动词原型 叫称呼 那前面呢,多了一个s s'appelle的形式 大家会发现 apple本身要进行变位 而前面s'appelle 也跟主语相应的发生了变化 好,实际上 这个动词呢,如果你背过来了 基本上接下来动词变位 你就知道应该是怎样变位了 好,那我们就先来再看一遍 s'appelle的变位 分别叫做 je m'appelle tu d'appelles il s'appelle elle s'appelle vous vous appellez ok,那我们从经验出发 开始找它的规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拿这个词来举例 代词这动词分别应该如何来变位 首先,在法语中 只要看到一个动词 love 在词它是表示洗澡的意思 只要你看到一个动词 前面跟着一个s' 那么这样的动词就很容易 叫带着代词的动词 简称为代词式动词 好,碰到这样的动词 你就需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变位 一个就是代词的变位 也就是s'的变位 一个呢,就是动词本身需要变位 好,首先 我们已经学过的内容 是动词本身发生变位 怎么变呢? 很简单 按照我们以前讲解的规则来变就可以了 比如说 love,洗 大家会发现 它是一个以ER结尾的第一组规则动词 对不对? 以ER结尾的属于第一组规则动词 那如果是第一组规则动词 它的动词变位就是去掉ER 相应的按照 je,tu,il,el,nouve,il,el的人称 后面加上 e,es,e,ons,ez,end 最后,en,de,不发音 OK 既然love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律变完了 现在还有第二个部分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部分就是代词的部分 也就是s'这个部分 那s'应该怎么进行变化呢? 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它需要根据人称 变成相应的形式 怎么变呢? 规律固定 主语是我 s'就变成m 主语是你 s'就变成d e了和l变成s 怒的时候变怒 v的时候变v e了l为负数 依然还是s 所以s的变位就变成了m de,s,nouve,v,s 连起来这两部分变完了 slav这个动词的动词变位 也都结束了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来变化的 好,第一个叫做 se laver je me lave tu de lave il se lave elle se lave nous nous lavons vous vous lavez il se lave elle se lave 非常好 ok,好 那么现在呢 跟着我们老师 在一起感受一下 代词是动词的 动词变位的发音 我们一起来 repetir après moi se laver je me lave tu de lave il se lave elle se lave nous nous lavons vous vous lavez il se lave elle se lave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代词是动词分两个部分 动词的部分 按照以前讲过的动词变位规则进行相应的变化 代词的部分呢 也就是se的部分 总结 它需要根据主语进行相应的变化 je变成me je变成de il elle 不变se nous nous vous vous il elle 不变 依然是se ok 这就是代词是动词的相应的动词变位了 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复杂 对不对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具体的形式啊 是怎么变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 Slave的第一个例句 那大家这幅图呢 在网络上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幅图 这是一位这个旅欧的画家 他画的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 那么其中就说到 德国人呢 他是早上洗澡 而中国人呢 是晚上洗澡 ok 那我们就用法语来表述一下这两幅图画 首先 德国人 我们讲过国籍的词 德国人叫做 alement alement 好 既然表整体用定观词 注意 艾斯莲读应该读 z 叫做 les allemands les allemands se lave 洗澡 les allemands se lave undes 变位当中不发音 le matin matin 上午 每个上午 前面有了 les allemands se lave le matin et les chinois se lave le soir 但是中国人呢 他们是 每天晚上洗澡 ok ok 再说一遍 les allemands se lave le matin et les chinois se lave le soir très bien se lave 是原型 因为前面是 il 所以呢 se 依然还是 se的形式 不发生变化 好 这就是代词 动词的一个基本的变位规则 ok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se lave的动词变位 希望这一次你已经记住了 se lave 洗澡 je me lave tu te lave il se lave elle se lave nous nous laveons vous vous lavez il se lave elle se lave ok 好 下面呢 我们老师就教给你一个任务 那你会不会变出se reposer 这个词的相应的动词变位呢 好 希望你已经变出来了 那么它相应的变位还是这样子 大家会发现 reposer 这个词呢 表示休息 那么后面的er 结尾 证明是第一组规则动词 去掉er之后呢 后面接着加上 e e s e ons ez end 没有发生任何的其他的变化 还是符合第一组规则动词的变位规则 同时呢 在这里se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变成 me de se nous vous se 所以呢 连起来就是 我休息你休息 je me repose tu te repose il se repose elle se repose nous nous rebozons vous vous rebozé il se repose elle se repose très bien 非常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应该注意的几个地方 首先大家要注意 代词是动词 代词和动词两个部分 永远不可以分开 它们永远要在一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情况下 有可能把它们分开 比如说 那么这句话叫做 每天早上我都洗澡 叫 je me lave tous les matins tous les matins 每天早上 那么 me lave 连在一起 下一个 l'après-midi je me repose 下午啊 我休息 ok 代词 动词 连在一起 不能分割 如果给你是一个否定句呢 l'après-midi 下午 je me repose 看到不 je travaille 下午我不休息 我工作 那我们讲过 ne va 中间 加动词 构成 否定句 但是在法语当中 这个代词 和动词的部分 永远不可以分开 代词是动词 两者不能分 永远在一起 所以呢 ne va 只能被挤到外面去了 放在两边 那我不休息 叫做 je ne me repose pas très bien 好 再往下看 tu te lève à quelle heure 说 你今天起床啊 好 前面这个词呢 te lève 表示起床的意思 我们马上就会学习 它的动词变位 那如果我要做倒庄的话 怎么办呢 叫做 à quelle heure 一文词提前 有一种方法 一文句 一文词提前 主位倒庄 对不对 好 看看这句话 主语叫做去 位语动词 叫做 se lever 就是te lève 我们讲过 代词 动词 永远不能分开 所以主位倒庄的时候 这个de呢 也要跟着 de lève 一起提前 所以在此就变成了 de lève tu de lève tu le dimanche 连起来的意思是 周日 你几点起床 à quelle heure de lève tu le dimanche ok 所以在此的不可分割信 一定要记住了 代词是动词里面 代词和动词不能分开 包括在否定句当中 那把放两边 在做主为倒庄的 一文句的时候 代词和动词 一起提前放在主语的前面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 代词是动词 那么暂切呢 我们这是代词是动词的 第一个部分 大家只要记住 它是如何进行变位的 就可以了 至于它的具体的使用方法 我们到今后呢 会一点一点的 给各位讲清楚